五燈抽獎機在多人生存模式中算蠻常見的 它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投入代幣做抽獎 那這台代幣是用綠寶石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用不同的物品 只要是可以堆疊的都可以當作代幣 那它會先抽第一個燈 第一個燈如果抽中就再抽第二個燈 第二個燈抽中再抽第三個燈 那如果沒有抽中的話就在那個燈就停止了 那我們看一下後台 這是抽獎機的主要部分 用來設定機率還有獎品的地方 那下面是綠寶石 投入之後它會先經過一個分類機 過濾出不是綠寶石的物品到箱子收集起來 那綠寶石在由一個投擲器 來做一個迴錄 來計算說你投了幾顆綠寶石 在傳送信號到上面抽獎機的部分 那我們來蓋蓋看吧 這是一個兩層樓的建築 最少需要這些材料 不含裝飾用的方塊 那我在蓋的時候會多增加一些方塊 在生存模式下面蓋的話 會有比較多的立足點 像這樣是蓋五個燈 如果你要蓋七個燈十個燈 就這邊一直延續下去就好 然後前面的水流 可能也要拉長一點 那這邊的音接盒 如果你可以不需要聲音的話 你可以用一般的方塊來取代 那这边比较建议的是 漏斗上面用实体的 全砖 来盖覆盖它 这样子就不会因为不小心丢入东西 导致你当初设定的几率跑掉 在投资器前面放红石灯的话 一定要在旁边覆盖其他的方块 这样 投资器丢到 红石灯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因为挤压 它就会往前弹 它就会往前弹 在旁边的转变 我們希望玩家站的位置 他在投綠寶石的位置是可以看到五個燈的 所以我漏斗會放在這個位置 那再來該分類器 那分類器要注意 他這個第一個漏斗 比較棄位置的這個漏斗 他要指向東南西北的任何一方但是不要指向下面 那這個箱子就來蒐集綠寶石 那這個回錄 他終極器都要調到最大的格數 避免如果太快 太快的話會有一些綠寶石會 沒有算進去到上面的抽獎區 那這邊就可以拉一條線到上面抽獎區 讓我來看看 可以讓我去檢測一下 對 我們要去寫 但是要去檢測一下 詞曲 李宗盛 那前面的裝飾就可能要發揮一下創意囉 我就先蓋比較基本的 裏面就是很暗及的 裏面是鑽的 這裏面有一次鑽的鑽的鑽 它就在鑽的鑽的鑽 鑽的鑽的鑽鑽 继续试试试试试 那這個我是留給放終界箱的 這樣來玩的人就可以 放他的獎品或者是拿代幣出來丟 還有這邊一定要用十字壓力板 因為如果用木製壓力板或者是 趕中壓力板的話 物品留到這個位置就會直接啟動它 鐵門蓋的時候側著蓋就可以 一開始是打開的時候 然後踩到壓力板之後它才關起來 然後這邊留個間隙就可以出去 那抽獎機的部分大概就完成了 這集先做到這裡 機率的部分我留到下一集再說明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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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